佛罗伦萨 徐志摩笔下的肥冷脆 这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不仅有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和它那举世闻名的布鲁内莱斯吉穷顶 整个城市都散发着一种美丽 徐阳在佛罗伦萨 你一定会被艺术的氛围所浸染而不能自拔 这种感觉非常梦幻 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真实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这里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收藏着无数绝世真品 供你去欣赏 去品鉴 可为什么偏偏是佛罗伦萨呢 或许因为统治这里的 是一个最会玩的家族 美第奇家族 和一个最会玩的人 洛伦萨 走在美第奇家族的花园里 我就在想 我怎么能像洛伦佐一样这么会玩呢 把自己的人生玩出精彩 以至于为后世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此刻在我的心里 已经默默开始策划 人生中下一场旅行了 我现在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 站在文艺复兴之父 乔托的这副圣母子前面 让我们来膜拜一下这位大神 为什么要膜拜一下呢 给大家简单的讲讲 大家看 对比一下乔托的这幅画 其实题材是挺常见的 我们可以拿中世纪其他的画作 对比一下 大家看到有什么区别了吗 这幅画是什么区别的 除了这个圣母 她面部这些细节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出来就是 圣母的胸部是微微隆起的 不要小看这一点 就在这一点上 能说明乔托已经把圣母 开始化成人了 这其实就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开始 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由零变成一的这个过程 那么后来的 无论是达芬奇啊 米开朗基罗啊 还是拉斐尔这些大神 他们只是把一变成恩而已 再次膜拜一下这位大神 乔托 文艺复兴之父 我身后是波提切利的作品 维纳斯的诞生 可以说是乌菲兹美术馆的 镇馆之宝了 旁边还有他另一幅作品 就是春 关于波提切利和美帝奇家族的事 大家可以搜一搜 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包括他这两幅作品 也有很多的解读 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细聊了 乌菲兹美术馆收藏的达芬奇作品并不多 但是都太达芬奇了 我们先来近距离的看看这幅画 明显的有建筑透视感 注意观察墙上的砖 汇聚在远处的山那个位置 而另外这一幅就更达芬奇了 明显的没有画完 又看到了咱们这位得意双心的画家提香的作品 我给大家讲讲这幅画 它是怎么让甲方爸们满意的 这幅画是画给乌比诺公爵的 乌比诺公爵刚刚和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少女结婚 因为这个十三四岁的年纪 初中生的年纪 所以这位夫人是不太懂得很多事的 所以公爵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开导一下她这位夫人 然后就找到了提香 然后大家看这提香这幅画明显是挂在卧室里的 而且呢 它是这里面的主人公是面朝内侧 然后这样的眼神 传递的意思我想大家能看懂 神来之彼就是它脚底还有一条狗 大家都知道这个狗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忠诚 所以呢 传递的意思也就是说 好你这样 这么对公爵是可以的 但是外人可绝对不行 大家能想象公爵看到这幅画之后得多么的满意 近距离看到了大卫才觉得真的太震撼了 无论是身上的血管还是肌肉都太过于逼真了 所以文艺复兴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上的成就 更重要的也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可以说经过了文艺复兴 西方才走上了这种高速发展的道路 我身后是洛伦左墓 这是弗洛伦萨的第三代建筑 也是美帝奇家族的早期成员 他的祖辈是银行家 但是这位可是对经营银行没什么兴趣 他的最大兴趣在于政治 所以在他的这种政治操作和他的这个外交手腕下 弗洛伦萨就成为了欧洲影响力非常强的一个小国 当然他的后代后来就是被正式的封为 托斯卡纳大公统治了弗洛伦萨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他的小儿子值得一提 就是教皇利奥十世 这位就是那个后来发赎罪券的那个教皇 就是被宗教改革当中 那个马丁路德直接怼的那位教皇 所以后人把洛伦佐叫做伟大的洛伦佐 就是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在我看来 这位伟大的洛伦佐 其实跟我有一个最大的共性 就是他特别特别爱玩 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文艺复兴为什么在弗洛伦萨发源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 之所以洛伦佐和美第七家族喜欢资助艺术家 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经营银行的 所以在基督教看来 这笔钱并不是那么光彩 所以他们通过资助艺术 然后资助宗教来获得一种救赎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原因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之所以在这里洛伦佐是能够资助艺术家 让这些艺术家都到弗洛伦萨来 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爱玩 当然相比于我 人家玩的更加的高端 玩的是各种艺术 所以呢 弗洛伦萨呢 就在这位玩的洛伦佐手里 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后来呢 随着美第七家族的影响力 遍驳欧洲 这些爱玩的艺术家 又纷纷的跑到了 像跑到了梵蒂冈 跑到了法国的巴黎 然后于是就整个影响了 文艺复兴在欧洲的进程了 好 说到这儿呢 说个题外话 给镜头前的妹子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不了解 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让这个 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更喜欢你一些的话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他怎么玩 然后并且陪他一块玩 就像我老婆 陪我一块玩一样 这是我们在佛罗伦萨住的一个老房子 给大家看一个新鲜的玩意儿 来跟我一块来啊 大家猜这扇门背后是什么 我把它打开 推开门 走进来 这里边空间特别小 好 再把这扇门关上 大家猜到这是什么了吧 这有一排按钮 动起来了 其实这是欧洲的老式的手动电梯 好 到了 这时候我们打开门 走出去 为了电梯能够正常的运行 我们还需要再把门关上 好 我就打开门 了 现在没有什么 我还需要再把门关上 在这里面 我可以打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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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打开门